拜登政府是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 宣布将恢复对巴勒斯坦的援助 并且支持通过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 以色列是对此感到失望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拜登政府在此时出手打巴以牌呢 所谓的两国方案主要还是要 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国界 重新恢复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的划定 同时也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的首都 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安排 但是对以色列来说的话 很显然它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或者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怎么样退回去 退回到1967年之前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 这种疆界的划定 因为它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都已经建立起大量的定居点 所以让以色列退回去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那么为什么拜登还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就是重新回到两国方案当中呢 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因为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呢 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了 那么他现在要重新提及巴勒斯坦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希望在中东地区通过平衡的外交关系来把美国的影响 把美国的着力点呢进一步强化 保持不光是对以色列的良好关系 而且还对萨特阿拉伯对于巴勒斯坦等方面呢 也保持良好的互动 所以这次重提两国方案 以及提出来要向巴勒斯坦等组织呢 提供1.35亿美元的援助 应该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到了 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一个调整 这次重提供的一个调整